怎麼說 不公布戲目 然後要告人 這個 討論照顧弱勢 關懷弱勢的大埔案 竟然徐老師要扛兩條 何博要扛兩條 而我們其他人也要扛一條 然後現在說 郭雄基山到哪裡 美朗 邱伊營跟中少和 邱伊營跟中少和選區 現在說有記者 選後選賬 和選區有關 記者去給寧城 去給四個暴徒打斷手腳 台灣現在到底是變安裝 正代是回來的 正代是回來 如果言論自由在台灣 是這樣的 馬英九 兩千塊半年 只有一言是半筆 到底他講有算話沒有算話 現在連... 現在用手法也能幫你的手套 現在不是說 被傳去大埔還怎樣 算不錯了啦 還手腳完整去耶 沒有斷手斷腳 斷手斷腳回來 看來這個事情 這樣讓你覺得說 白色恐怖也不過如此 剛選完衝去你記者 還有報社 他不知道這位做人頭條 他知道啊 他不怕你啊 他不知道我們討論大埔這件事 他知道啊 他不怕你啊 賴勝川不知道他講話是 是一些完全不對重點 完全是在敷衍的話 他知道啊 他可為什麼繼續這樣講 他說這是藍綠 選舉結束了 我真的很希望國民黨黨團 或政治庫聯盟 你繼續登廣告 叫蔡英文把雨昌案交代清楚 第幾天 二十天三十天繼續登 為什麼選後都沒有了 你不是坐實 這完全是選舉嗎 我覺得喔 夢想家這個案子喔 我覺得我們應該把他當個頂範 選舉後呢 繼續討論 繼續查 沒有什麼選舉結束又不查 兩億三耶 這錢不是說只是泛綠捐的 或是只有誰在弄 這是全台灣老百姓的錢 王莫林 王莫林以前是 那時候我記得印象中 他以前還是有參加紅三軍 他可不是泛綠的 今天這些人出來指引你 然後你就說這是藍綠 洪贏我覺得喔 我真的很希望賴賴賴賴賴賴賴 因為我現在知道喔 檢察官公宿跟賴賴賴賴賴賴 這個指術是不一樣的 我不能告檢察官説告 可是我絕對可以告你賴賴賴賴賴賴賴 我覺得很好 到那時候把戲目拿出來 我印象中 洪贏現在今天講什麼 3000多萬 我印象中 甚至當主委的時候講什麼 賴生川只有一兩百萬的導演費 一百多萬的導演費 我那時候說一百多萬那又為什麼不回來講呢 今天你如果弄了一個百年大戲 大家全台灣都說好 你到機場的時候 你一定會像曾雅寧一樣 大家找你簽名啊 你何必躲在角落 難道台灣人都沒試飛嗎 難道在台灣機場等坐飛機都犯率的嗎 可能嗎 那是你的這個東西 連馬英九都非得講社會觀感不可來自保 今天弄成這樣 然後弘議我覺得很好 賴生川你繼續講 你繼續告 我真的很想看看兩億三的戲目是什麼 我很希望到法庭的時候去傳那個誰 傳陳文茜來講一下 他說馬英九跟吳敦早就知情 早就內定 我們來傳傳看 看看這個事情是什麼樣子 弘議我覺得賴生川你要不要誤判情勢 你不要以為馬英九當選 你就可以用司法來嚇人 我覺得沒有那麼簡單的 這個事情 王莫林 馮光遠這些人會站出來 你覺得這是藍綠的問題 我覺得不是 我們不是政治庫聯盟 沒有什麼選後 就不談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要繼續追下去 徐老師你被人家告不怕 同意 我覺得被告這個事情 跟那個記者被打斷 手腳逼起來 還算不錯 我會覺得說 輕鬆土重 對啊我覺得 我覺得劉正宏縣長其實蠻文明的 我覺得劉正宏縣長蠻文明的 他用公訴然後叫檢察官來告 我也認了啦 反正言論自由這條路 你還是要走下去 只是球場實益而已 對啦 我只是想問說 馬英九執政 51%的台灣人投給他 很多人講說投得不高興 喘一口氣投給他 所以我講支持馬總統的這些選民 你想想看 馬總統執政之後 連任之後是這樣子 賴聲川回來是這樣開記者會 洪醫想想看 如果我們被告 我們去外面開記者會 檢察官會怎麼認為 對不對 現在他可以開啊 北檢一句話都不說 北檢也不傳 然後讓他這樣再弄 我覺得 台灣社會在馬英九連任之後 是什麼樣子 等一下我們會討論立法院案子 你看 搞成這個樣子 你連任囉 還為什麼非得這樣搞不可 記者被打的目的是 叫他閉嘴 而且打給其他 以後想要說話的人 你看 跟我們顧還是一樣 想要叫我們點點 跟後面要配民進府的人 後一人要配民進府的人 更多 來做一個示範效果 我說賴森川這個案 賴森川 你自己想想 這個東西 你一樣是跑不掉的 我今天遇到一個朋友 他是搞建築的 我一個比喻 我說給大家聽 我跟政府導致 他說 設計一個東西 多少錢 這比較難說 就是說 這個設計會 這建築師要拿多少設計會 這個比較難講 但是 這個建築師說 要用多少鋼筋 什麼樣的鋼筋 那個鋼筋是有行情的 用多少水泥 多少包水泥 那個水泥是有行情的 這個跑不掉的 所以為什麼要看戲目 你可以說 賴森川你可以出來 我昨天就講 你可以出來說 賴森川就是有這個行情 我就是有這個價錢 我編一首歌 我要收你們一千萬 我編這個舞 我要收一千萬 你出來講 你出來講沒關係 那個我們對他沒話講 那個是藝文界去 去認定說 你有沒有這個價值 但是 但是重點是 剛才的電話也說 我們也就好 你這扒丁要多少錢 你在那裡創一個 這個鋼的用的材料 要多少錢 那個 那個是有行情的 是 那個不能讓你黑白白的 這個 那個所有東西 一樣要符合政府採購法 對 所以我非常同意說 我們剛才討論說 我們最近也討論說 重點是要查文件會 賴村川去包來 是文件會同意的 他編這些東西 預算上去 是文件會有審核的 曾治郎 你為什麼 現在還在袒護他 我還在提供這個位 那不能請問 哇 曾治郎看 會不會 這個真相會大白一下 我看現在如何 我認為 第一個要傳訊的 應該去傳訊 曾治郎 叫他把所有東西 都拿出來看 當時的所有文件在那裡 那我希望曾治郎 你不要學劉毅如 現在也開始去檔案室 把東西拿出來 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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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唯一要取得公信的時候 就是什麼 就是把過去所有的那些 全部攤開 讓大家來檢查 這樣而已 只是要求公布新聞 這樣做不到 是啊 這不是說 叫你閉嘴而已 不是說把你打 叫你閉嘴 叫你閉嘴 你看 賴聲傳出來的嘴臉 很厚慢 不然你要怎麼樣 是 我就跟你說這樣 不然你要怎麼樣 師母沒有了 其他的 所謂的3900萬等等這個部分 我還領2700萬 曾治郎也投標日期 他忘記了 都忘記了 我早就跟大家報告 12月決標 10月國民黨總統會 就知道說 賴聲傳要投標 8月蕭安藏 開機這裡就說 賴聲傳要做 剛才有這個社會 剛才這樣 這個已經很明顯了 所以 夢想家 就是一個弊案 那 涉及到說 你講夢想家就是個弊案 夢想當然是弊案 你涉及到說 不管是洩密也好 或者是可能涉及到 一些綁標的這個部分 這個公務員或者是 包括勝任 必須講清楚 對不對 不然你兩枚開兩葉沙 這個沒有 但這個真的沒有辦法解釋 今天甚至還要出來講 講說什麼 高雄市運發了一億多 高雄市運發了一億多 幾個人看 五萬五千的人看 你閉幕開幕 超過十萬人看 夢想這裡幾個人看 兩萬人看 收視率說 所謂的收視率算是多少人 我兩百萬 我兩百萬人看 比我們大話一天 不是兩百萬 比我們大話一天 包括重播 打開最多 超過四百萬人看大話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這一些都是推多之詞 但是我們覺得說 比較可惡的是什麼 馬總統你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你不是說有事情 你都要出來講清楚嗎 第幾天了 夢想家第幾天了 這八十幾天了 為什麼你可以縱容 包括聖志人 包括賴昇川 不出來講清楚 那標準在哪裡呢 是 我是只有一個問題 夢想家到底結案了沒有 什麼人可以來跟我們說 結案了沒有 你以前問聖志人士說 我已經辭職了 你問聖志人士說 我剛上台 問賴昇川說 我中國剛回來 到底結案了沒有 不要講說序幕 跟他說結案了沒有 檢察官也可以去調查說 你們已經結案了吧 我來講 現在到底案子有沒有結案 一下子是招標了 一下子時報時銷了 到底是案子什麼案 那黃世民總長 你不是講 沒有不敢辦的案子嗎 這個案子沒有到馬英九 沒有到吳敦義 不過是到文件會的層級 而且你也講 分案了已經在進行了 到現在已經三個月了 有戰犯嗎 苗栗那多快你知道嗎 十六號才去決定 你知道嗎 都是檢察一題的 黃世民你看到苗栗問問 然後檢察官說 你們怎麼這麼快 這些是不是殺人要犯 整天坐在這家裡 不懂珍惜言論自由嗎 所以拜託黃世民 你起來辦幾個之後 這種案子 如果還沒有結案 黃世民你講 趕快結案我們要了解 不然現在抖抖抖抖抖抖去 新的立法委員怎麼起來了 十堆的正堆這個案子 那時候五斤議 你儘管董商副總統 你還要到立法院去備刑 那時候五斤議說真厲害 現在還沒結束 我看他這麼大條一條 是 蔡委員你如果夢想這裡 你會去哪裡 你做立委 我會喔 這個案子 是一個指標的案子 也就是說限制性招標 未來要不要重新檢討 我們立法委員 有那個責任跟義務 要對整個招標案 公諸於事之後 然後來檢討這樣的一個 一個所謂漏規 我說得聽 像這個服裝的製作規劃 以及執行委託專業服裝採購案 這都做六百幾萬 它也限制性招標 這個只有一間可以做而已 這個沒有百間可以做 像那個舞台 那三可能是很難的 那個舞台跟那個軌道 那個舞台跟那個軌道 限制性招標 六千萬 這個只有一間可以做而已嗎 只有這間台灣技術劇場協會 可以做嗎 其他都不能做嗎 投影機 有人跟我說 說一千六萬 一千六萬 做的喔 不是買油 他說去買油 所以不用錢六萬 做的要錢六萬 投影機而已 像這些戲目 這些雜像 我們 這是公看 這是政府的錢 這是人民的納稅金 我們能不去追蹤嗎 如果這個沒有瑕疵的話 聖志人為什麼要下台 如果這個沒有瑕疵 如果不是閉案 如果不是整個招標 造成天怒人怨 造成這個藝文界 人生會費 為什麼聖志人要下台 連媽英九跟吳敦 你也說這個社會觀感非常差 而且顯然看起來 這個案子有問題 有聽說很震驚 對不對 很震驚 為什麼會震驚 因為他看到也知道 怎麼這樣 兩枚花兩千萬 兩億三千萬 對不對 聖志人 所以讓我承認憲出來說 你震驚什麼 你早就知道了 所以你看 剛才他在說 副總統什麼 蕭文長副總統什麼 十月份就知道 要由賴松川去做 台中市長胡志強早在三月份就講 而且他們 賴松川他們 賴松川他們 早在得標之前 就到台中去勘察場地 也就是說 你們早知道這個標我要做 這個還要招什麼標 還要再公開招什麼標 還要再限制性招標嗎 所以這個顯然 有綁標的嫌疑 種種種疑點 我們有聽到賴松川掌打我們說什麼 我只記得他講一句話 我不會再包什麼 藍綠政府以後的什麼標案 我這樣大家不很怕 政府不很怕 你不包案 那我們完 以後我們的燈會怎麼辦 以後我們要辦大型的這個 所謂什麼... 市大運怎麼辦 以後兩億三兩萬 他沒有人能燒 好... 對不對 是 這個我再給大家看 選後真的是 什麼事情怪事情都有 這是禮拜四 今天 中國時報 因為旺旺中史集團 教育 因為他辦這個什麼 買賣嘛 說席開五百桌 那老闆 蔡衍明先生說 以後監督政府 中國時報要當領頭羊 這是他說 他的同一天 就是今天他的社論說 九二共識就已經是台灣共識 這是他有關戴勝川 夢想家沒有浪費一毛錢 政治人要大家將心比心 一文謙質疑 話沒有說清楚 我想請教一下國東兄 這樣有當監督政府的領頭羊嗎 他是監督政府 一共的政府 我不知道 監督政府 應該發現說 有政治的東西 記者應該沈進去調查 照理說我們今天在討論 是只報紙媒體典現出來 我們跟平民說這樣不對 做一個媒體的人 記者 應該去進去 那個事務 如果當時報紙的記者 說不出來 那個記者 真是完全了不起的記者 你們大家在平民 不知道事務 只想我拿得到 這也不知道是獨家新聞 如果不是 但是人家 往往前有聲明說 新聞了錢 做這個行的了錢 是 他說他來為白的需要賺錢 來補這個 表示說要做領頭羊 欸 你如果說選舉的時候 那些公共一年十六億 就沒彈下去了 我看會整個問 九二共識已經是台灣共識 這是中國史話的小論 不好意思 這有在監督政府嗎 他需要問 黃毅 監督政府很困難 選舉的時候做真實報導 斷手斷腳 我們在講大埔案子 每個人都被告 我下個月就要開庭 民公訴要開庭 是 我一直說監督政府 我們有沒有做 有啊 下場是什麼樣子 講要當領頭羊 用嘴巴講比較快 我們就檢查 看你真的有沒有去做 我還是在講 我覺得馬總統 你今天跟生氣界界界面 應該談宇昌案 現在不談宇昌案 政治庫聯盟不見了 宇昌案 蔡英文不答不見了 不談了 放蔡英文一條深路 是 我意思是說 選舉操作到這個地步 宇昌案如果是避案 繼續追啊 我認為 我真的同意 剛剛幾個委員看法 孟翔家有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要繼續追 賴生川 你不是用告 就可以解決問題 就算你要告 你戲目還是這樣拿出來 是 洪一為什麼戲目很重要 記不記得我們那時候 心生高執災 你一個南美彭其軍 你可以弄多少錢 對不對 我真的很想看那個戲目 剛才講那個服裝幾百萬 對不對 我想看看一間服裝 為什麼這個服裝多少錢 我真的很想看 我也很想看 我覺得戲目你拿出來看 我不相信政府的標案 政府做出去 發包出去的東西 不能有戲目 我覺得賴生川 我覺得聖智仁 我覺得曾智朗 你們把戲目拿出來 是 好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 進廣告